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证阿罗汉果 所以不会没有用的 只是你不知道道理 也不知道怎么去修 假如你觉得属习官现在不相应 你静坐跟诵经之前 请你先那样大悲神咒21遍 跟心经21遍 你应该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忏悔 求观世音菩萨加持你 让你障碍忏除 你智慧升起的话呢 其实你后面的静坐跟诵经是很有用 再多说几句 假如你诵经跟静坐没有用的话 你今天就不会来听经的 听闻无上的佛法是要很有福报的 那这些诵经啊 跟静坐是绝对有用的 只是每一个人的效果长短不同 好时间已经到了 剩下的呢 请各位大慈大悲民众生 这些问题我会留着下次讲座回答 因为再继续答下去呢 我看大家就要修 一日一夜八观栽戒了 我们常常说不断三宝种性 在未来季呢 时代会一直进步 古汉文会理解的人呢 会越来越少 未来的众生 南传北传藏传会相互融合 相互交流 可是我觉得大乘佛弟子 对于自己的大乘佛法 要坚固不动 像古人一样历代高深 精进 精进 再精进 身精进 口精进 意精进 最后我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用买给我 也不用护持我 只要你成佛的时候 不要忘记我 就谢谢各位了 好 在要讲 《乐章吉祥经》之前 我耽误一分钟的时间 说一段话 我是很真心真心真心的说 由我内心里而说 我跟新加坡的联友很有缘 我也很感恩 新加坡联友对三宝很恭敬 很护持 所以 首先我要感谢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一切的诸佛菩萨 让这次法会圆满 也因为 这个海印古寺 尊敬的传医法师 跟所有的护法工作委员 还有义工们 我真诚真诚的感谢 他们日以继夜呢 舍掉世间娱乐的时间 无所求的来 成就着庄严的道场 虽然这几天也下大雨 所以他们很细心的提供了交通 也提供了晚餐 大家的钥匙 所以我们为海印古寺的住持 跟所有的义工 以热力的掌声 谢谢他们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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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